早前有幾位腫瘤科醫生在瑪嘉莉醫院中了產脂賀毒素 聽起來挺可怕的 大家應該這幾天都收到不少關於感染的資訊 但一如以往很多媒體內的醫療資訊 聽完大家都一頭沒水 今天我就用一些大家都能夠容易明白的方法 用人話解釋這個感染究竟是什麼 所謂產脂賀 其實應該說是一個叫做致賀的日本醫生 就發現了某些細菌 例如這個例子裡面就是大腸幹菌 會產生一些毒素 可以在人身上引起一些很嚴重的疾病 之後就用自己的名字 就明明了這種毒素 就是說它是由某些大腸幹菌 因為大腸幹菌跟COVID的病毒一樣 它有很多種 有些人觸無害 有些就像這次感染 可以產生一些很危險的毒素 簡單地說 有某些大腸幹菌 E.coli 會產生致賀毒素 所以我們稱之為 Sigatoxin producing E.coli 即是說 產生致賀毒素的大腸幹菌 所以叫做產致賀 其實這個名字就這樣來 這些明明方法其實不太好 因為講完都不知道是什麼 所以另一種比較好些的明明方法 它另一個名字 這種菌叫做 Androhemorrhagic E.coli Andro的意思就是說 腸 Hemorrhagic 就是說出血 那麼這個名字就比較好 你一看就知道 就是說一些會令到 腸出血的大腸幹菌 那麼這些比較毒的大腸幹菌 其實就存在在一些的 比如說 牛啊羊啊肚裡面的 那些牛啊羊啊腸裡面 正常都會有這些菌 那麼這些菌 對於牛羊沒有什麼影響的 但是當牛羊 比如說有些排泄物啊 走了出來的時候 那麼如果人吃了食物呢 就被這些細菌污染了的話 那麼人吃了的話 就可能會產生一些嚴重的問題了 那麼最常見就是說 比如說一些牛肉 那些屠宰牆啊 就是做牛肉的時候 你就這樣割出來的牛肉 一塊一塊一塊的 反而少一些 但是呢 如果在那些地方 比如說一些工廠啊 那些屠宰啊 那些屠宰啊 的時候呢 那麼就做了 就是打爛了 那麼如果打爛的過程裡面 就有機會 可能就給一些 就是有被一些細菌感染的 污染了的東西 的物質呢 就混在一起 如果那些打爛牛肉裡面 有這些菌呢 就可以很大問題的 那麼比如在1982年呢 就試過在外國呢 就有一些 未煮熟的漢寶扒 即是打爛牛肉裡面呢 那麼就有些菌呢 就令到很多人感染了 有人死亡 那麼另外呢 就是說農場生產的 比如說一些牛奶 也有機會受這些細菌污染啦 那麼尤其是現在 所謂Walmule 就是那些 生鮮的牛奶呢 就是未經消毒的牛奶呢 那麼風險就更加大了 那麼當然啦 就在這些 比如這些農場啊 木場啊 那些水 就是那些廢水污染了的水呢 比如河流啊 湖博那裡呢 你去游水啊 玩啊 意外多喝點水啊 也都有機會感染的 那麼如果你吃了些蔬菜 用這些污染水去灌溉的話呢 那也都有機會呢 就因為吃了些蔬菜來感染的 那麼這類的細菌呢 就在牛羊的肚裡面 是不會有問題的喔 但是下了人的肚裡面呢 就是會有機會呢 就破壞到 比如說腸道那些細胞 令到那些細胞死亡啦 那麼這些毒素 進了人體裡面呢 就去到我們的血管裡面 尤其是去到我們腎臟的血管呢 就會令到腎臟裡面的血管呢 就是內壁呢 就是受傷害 造成一些破壞 那麼原本我們 比如說腎臟裡面 微小管的內壁裡面 是很平滑的 沒有問題的 但是呢 如果受了這些毒素感染呢 那麼內壁的細胞會死亡啦 那麼當然內壁呢 就會變得很癌癌慘慘啊 那麼如果血管內壁 癌癌慘慘呢 就會trigger到引發到那些 就是形成一些血塊 那麼這些血塊呢 就有機會跟著那些血管呢 就泵到全身都是 那麼大家都知道 那些血塊呢 就會在那些各個器官的微小管裡面 塞住了 那麼變成沒有血道供應 沒有氧氣供應那些器官的話呢 那麼各個器官就會衰竭壞死了 那麼同一時間呢 那麼就大量的那些血塊形成了 因為那些微小管裡面內壁 變得癌癌慘慘的話呢 就會引發大規模的血凝固 形成這些小小小的血塊嘛 那麼這個過程呢 可以周身都各個地方都一起形成的喔 那麼你可以想像 突然之間身體呢 就要形成很多血塊呢 就會消耗了我們 就是凝血很重要的血小板 那變成了血小板呢 就突然間會少了很多 如果你說那個血管內壁 微小血管裡面內壁 變得很癌癌慘慘呢 那就等於呢 就你可能去 就是現在有些人行山 很喜歡不走那些勁的嘛 喜歡探險 爆臨啊 去走到那些bush那裡 那些bush那裡 很多東西會刺人啊 會刺啊 那樣的 所以你走完之後呢 全身都損了這樣 那麼如果血管受到破壞 那麼在血管內壁裡面 形成了一些血塊 那麼原理一樣啦 那些紅血球經過這些微小血管的時候呢 就會被這些這樣的血塊啊 或者血管裡面那些 就是不規則的地方呢 就好像刮損了這樣 那麼所以很多紅血球呢 就會爆了這樣 那麼紅血球一爆了 那麼我們就沒有了一些 幫我們就是 運送氧氣去供應各個重要器官的 煤階 那變成了就會全身缺氧了 那麼所以如果中了這些 這樣的治荷毒素呢 那麼它可以引起各個器官衰竭啦 那麼當然也包括腎臟 因為腎臟呢 因為腎臟的血管 就是通常就被這些毒素 影響得最厲害的了 那麼所以腎臟呢 就會有急性腎衰竭啦 那麼腎臟有失去功能 沒有辦法排走身體的毒素啦 那麼還有呢 這些紅血球呢 全部呢 就是被全部都爛了的話 就會急性貧血啊 缺氧啊 那麼各樣啦 那麼通常那些病徵呢 就一般就是說 你感染了 吃了這些 有污染了的食物之後呢 那麼一般 譬如隔三幾天呢 你就開始有肚痛啦 肚瀉啦 就是還有呢 大便裡面會有血的 那麼我剛才說過 因為這些治療毒素呢 就很流行呢 就落到腸那裡呢 就破壞了那些腸的細胞 令到腸的細胞壞死先的 那麼有些時候會發燒啊 如果就是繼續惡化下去的話呢 那麼一般呢 就是說你 開始吐舍之後 一個禮拜左右呢 會有些血塊形成啊 那麼會血影響到腎衰竭啊 那些紅血球爆了這樣 那麼那時候的症狀呢 就腎衰竭就通常就突然間 就沒有什麼小便去的 經常都不用去小便的 那還有腎衰竭呢 就會周身腫啊 比如眼腫啊 腳腫啊 那同一時間 要是紅血球爆了 就會個人顯得很蒼白啦 很累啦 要是不夠氧氣供應的嘛 那麼當然如果又腎衰竭 又缺氧 紅血球爆了 那麼又各個器官衰竭的話呢 那就會出現 好像譬如今次這個 馬嘉莉醫院這位醫生那個 這樣的病徵啦 比如血壓降低啊 那或者呢 就血型固不到 那麼剛才說過了 因為突然之間 那些身體很多地方呢 就大量的小小血塊形成呢 就會消耗了血小板 那些血型固不到 那麼就會周身出血了 那或者皮下出血了 出現一些紅點啊 那這樣 那麼當然到了這個階段 就已經非常之危險了 所以呢 要預防的話呢 那其實又不是真的難得那麼緊要的 那如果你說 就是吃那些生的 就是吃那些牛羊肉 尤其是打爛了那些的話呢 那你一定要煮熟 就是有很多人現在 喜歡做漢堡牌在家裡 那一定要煮到夠熟 那這樣才行啦 那盡量呢 就避免那些所謂 就是生鮮的牛奶啦 水也都要小心一點啦 就是說如果去郊外 有些人以為很天然 那去那些湖啊河啊那裡 就這樣喝水 那你有時候不知道 有沒有牧場呢 就在上游那裡污染了這些水 那所以呢 就盡量不要說 就是喝這類的水 那當然如果香港的情況 有些人就擔心 嘩如果這幾個人說 就是有感染了 那麼他會不會又傳染其他人家 那人傳人理論上都會有的 那不過通常就是經 比如說那些廁所 那樣呢 那那個感染的人去過廁所 那你又繼續用 那你去廁所的時候 有機會呢 就接觸到廁所那些器具的表面 那你又不洗手的話 那接著呢 可能摸到食物又吞了下桃 就這樣傳染回來的 那所以很簡單的 那也是呢 去完廁所就洗乾淨手 那一般就不會很害怕 人傳人的了 那雖然說 這個個案就非常之不幸 那但是你說這些細菌 是不是真的 很容易就死人呢 那其實通常都是 就是年紀很小 或者年紀很大 或者抵抗力的 很弱 有些其他病的人 才會容易嚴重的 那所以呢 大家都小心點 就一般都不是說 一個很大的問題來的 那很多謝大家收看 我的新書 Dr.Rex 幼稚園 就已經出到第二版 那大家可以在成品 天地圖書 那三中箱 田園書局 都可以買到的 海外的朋友 可以經香港TVmall的網站 訂購 那我還有Patreon的平台 那上高呢 有更加多這些 很有用的醫學影片 歡迎大家加入成為會員 多謝大家下次再見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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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